去年的三月我觉得 是一个 我很难忘的一个 一个时刻吧 特别在我受伤的温暖期间 照顾Pinky是一件 唯一一件 让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 有能力的人 我是被需要的人 等于是我那时候存在的意义吧 十九年前 SHE定义为少女 那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真的不少 我们也才十八十九 现在就是姐妹的聚会 我就很像老人家在画当年 你看我们当初念书的时候 然后现在你看 你都小孩了 我真的没有去细想 我到底什么时候走出来 或者是我也不敢讲说 我现在就真的走出来 一开始 当然是前几年可能就真的比较难好 然后渐渐的你就越来越好 所以 你说真的走出来吗 我倒觉得 好像没有必要 在这件事情走出来 我只要学会与她共存就好 我之前有跟我爸妈讲 我说妈妈 我今年受伤十周年 我说我要还伴流水血 因为我觉得蛮酷的啊 十年过去了 然后我还是好好的 包括我受伤这件事情 它留下了很多的轨迹 相较于我的疤痕 我会觉得我脸上皱纹算什么 因为我若连疤痕都接受了 那脸上的皱纹对我而言 只是我的骄傲而已 我觉得生育病真的是蛮脆弱的 去年的三月我觉得 是一个 我很难忘的一个 一个时刻吧 失去就是 挚爱的一个感受 特别在我受伤的暖期间 那个时候对我来讲 照顾Pinky是一件 唯一一件 让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 有能力的人 我是被需要的人 就是那时候 其实自己真的是 很不太方便 然后也都身上都穿着压力 我还是得 为她吃饭 清理她的排泄物 我是非常感恩 她给了我这个部分 等于是我那时候存在的意义吧 嗨 嗨 这是小冰 她是Pinky的亲生女儿 你看这是歌迷送我的Pinky 也就是你妈 她已经去天堂了 那如果要跟十年前的自己 讲话的话 我会跟她说 你比你想象中的还要 更坚强更勇敢 简直是棒呆了 那我会跟十年后的自己说 你真的太了不起了 能活得这么好 现在又这么的漂亮 你真是我的偶像